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汽车已经逐渐走入家家户户 开什么样的车出门 如同穿衣服似的关乎到自己的脸面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无论哪个档次的车 自己都想把外表搭理得像新车一般 在外抛头露面 那么如何去洗车就显得格外重要 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 车应该怎么洗 清洗时要注意哪些情况 可能有人说直接开洗车垫了 又不用自己动手 管这些干什么 小编还是建议你看一下 毕竟是你自己的车 多了解些没有什么坏处 首先大家都知道 发动机在正常运转时 温度是很高的 所以千万不可以 车刚一停下 就直接拿水墙上去喷 如果不想被高温产生的水蒸气 烫伤你的话 请你不要这么做 而且金属高温预冷 可能变形 还可能裂开 还有清洗大灯时也要留意 不要一直对着大灯冲刷 可能会导致水流入 凝结形成水珠附着在灯罩 影响照明 进而关乎到架势 而且如果水进入电路的话 还可能造成短路 清洗雨刷器时 一定要记得擦干净 不然可能导致雨刷器 粘在前挡风玻璃上 影响雨刷器的使用寿命 正确的方式 为清洗完后 把雨刷器抬起来 然后擦干亮晒 在洗泥剂选用方面 可能有些人也不会在意 随便找一些清洗剂 对水就直接使用 其实无论是减性还是酸性 都对车漆的保持有坏处 逐渐的会使车漆褪色 变暗 严重影响汽车整体外观 所以最好还是去买 专业的汽车清洗剂 细节决定成败 可能说的有点严重 但把握好细节 对于自己的爱称 肯定是有利无弊的